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面对傅力实体能理应占据上风 对傅力而言,这是一场比较轻松的联赛 中朝积分榜上,傅力有心追进前次 但也明白难度很大,不需要给自己什么压力 正常踢就行,反倒是途鞋杯在场 傅力已经杀进四桥 只要过了北京国安这关,就有机会斩获队是首个冠军 这对他们而言是极大诱惑 如果一定要论荣耀性 复利 在湖8月22日,作客公体的足鞋杯半决赛首回合 肯定多于这场广州得比战 当然,那场比赛离现在还有半个月 不影响这场比赛的体力分配 恒大现在心无旁骛 只盯着巴连冠这唯一目标 这场比赛的专注度至少不会压于傅力 傅力在阵容上遇到了一些难题 右边为唐苗赢内计四章黄海亭赛 斯托伊可维奇不得不为右路人选 问题发愁 赛前发布会上他表示 还没有决定谁替代唐苗 明天再看吧 明天有可能会改变阵型 阵数上可能会有调整 今天晚上我在考虑 傅力不排除把三中卫阵型改成四后卫 专业打恒大的傅力 还会保持专注马傅力对这场比赛的态度 很难捉摸 斯托伊可维奇的语气里有些疲惫 也为失败做好了预防针 恒大实力就摆在那里 有最佳教练 有顶级外援 中国球员实力很强 他们如果赢球没人会惊讶 我们还是捍卫自己主场 尽力去踢 即使输了也不可悲 赛前三天 比赛球票已经被抢购一空 黄牛市场上200元的最低票价 已经被炒到400元一张 广州球迷对这场球很期待 一边是不赢球就可能在冠冠集团中调队的恒大 一边是每次打恒大都能踢出高水平的富力 瓷帅说 我来这里三年 每次的比都很几率精彩 我想明天也一样 我猜结果不会是0比0 我们都是热衷于进攻的球队 我相信明天是选卖碰胀的比赛 这也是大家都来看球的原因 宝塔出征 寸草不生 恒大最近撞太红的八子 有消息趁恒大集团 给球队在升冠阶段 开出了新的奖金制度 单场赢球奖变为600万元 不过恒大方面声称 仅仅是间歇期过后 首战主场打贵中横锋 使用了这个奖金政策 并非场场如此 卡纳瓦罗把球队的状态归功于下旬 这场得比赛 富力的赢球奖金时略有提升 难道恒大按兵不动 正如此拖一颗为其所言 卡纳瓦罗也在赛前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这场肯定会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因为双方都是大举进攻的球队 明天胜利的一方 肯定是注意力更集中的一方 真正的比较就是 谁对自己的目标的渴望度更高